我们会持续带您来掌握现场的状况 而我们来看到从中午开始 全台许多县市支持者就搭游览车集结出发 而在行前呢 小草群组里面流传着一份四叉猫交战守则 为什么是四叉猫 因为四叉猫它会在相关的现场来自拍 然后发上网来做记录 那这个交战守则呢 就写说如果看到四叉猫不要去激怒它 而是要拿大声弓对着它大喊 喊到它失态了再来搜证 那黄国昌也呼吁小草要大家不回应 不冲突而警方也不敢大意 部署了120名警力来维持秩序 穿白色T恤绑上丝带缓缓进入会场 炎热的午后只能用扇子狂扇 活动开始前许多小草已经到场等候 从全台各地陆续几节 游览车上高呼口号精神抖擞集结北上 柯文哲涉嫌图立被法院裁定积押禁件 小草们行动支持表达不满 民众党台中市党部号召十六辆游览车超过七百人 其他各县市也不遑多让 不过行前小草群组却流传四叉猫叫战守则 表示看到四叉猫出现要用大声攻对着他大喊 并重复到四叉猫失态 对此四叉猫也在脸书回应 那么多人围着我 我怎么可能会失态 就怕立场不同民众发生冲突 北市警方不敢大意 小草在立法院群旋楼外集结 济南路一段范围 从中山南路到林森南路间 双向封闭 镇江街也扩大交管 警方预估将有两千人到场 在周边部署一百二十名警力 维持秩序 立委黄国昌在脸书上号召 但也提醒面对姿势挑衅分子 不接近不回应不冲突 并录影自保 不让活动时交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